天津商业大学 大家好 我是李美峰 来自天津商业大学 产品设计专业 我今年21岁 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为了显得成熟一点 我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 但是呢 别看我今天穿着小裙子 但是我是一个女汉子 然后我比较对互联网设计感兴趣 所以我今天想要面试的 只为是视觉设计师 偏运营方向 她的眉毛很有故事 她刚刚上台的时候那个眉毛 你再来一下 那个眉毛 就是想挑动一下 对对 赶紧没有 有故事的眉毛 听说你平时不这么穿的 就工作人员说你面试的时候 跟穿着跟今天不一样 面试的时候是穿着欧美饭那种 但今天穿的小公主类像 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对待我们 因为我怕吓到大家 怕吓到我 因为平常看起来很凶 然后穿的也比较暴露 暴露 你平时穿的比较暴露 算了 还是别吓到我们吧 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小欣欣风 李美峰简历上写 你还做过模特是吧 有一点这个爱好 就是空闲时间多的时候 会去干平面模特 怎么看上你的呀 找你做平面模特 我觉得我风格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啥风格啊 然后想尝试一下 就那种 欧美饭 看不起别人 对 你来一个那个范儿 就是那个看不起别人 平时欧美饭那个model 那感觉 平常我就不说话 你这样 你这样 你走一下 一定要把平时的那种 鄙视一切的那种 凌驾驭之上那种眼神 拿出来好不好 女王蜂 对 就一定要让我们感觉到 自己很卑微 你知道吗 来 因为我刚刚看到 不够狠 因为我刚刚看到 各位姐姐太漂亮了 不够狠 我让你看一个狠的 张萌 你来一个 就嫌弃全世界的那种 童老师 我不是温柔拍的吗 身旁女王蜂 你的温柔我们永远不懂 哈哈哈 走吧 郁姐范儿 哇 马上杀气就出来了 这是密室逃脱吗 这眼神秒杀 哇 那个眼神一种的话 俯视苍生的感觉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拿着像 哎 刚才真的有蛮狠的 哎 哎 他走到那头 我感觉一股寒气 对 毕来 表现出这种表情的时候 我就暗暗地在帮你配台词 你知道吗 嗯 凭什么 凭什么只有我四点起来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只有我上厕所 我一分钟就完 啊 你们的日子都是怎么过的 凭什么 哈哈哈 哎 图老师我真的有一个场景 配合你 啊 昨天下午我一天上了一次洗手间 啊 然后呢一直在公司里面做 就有什么好骄傲的 然后我出外面感觉到北京九月份的这种 啊 我觉得哇好幸福啊 然后迅速上完洗手间 然后立即回去工作 哇你的幸福真简单 哈哈 就是三十秒钟的幸福 平时得脱痛 来来来来回坐 回坐回坐 谢谢 他们俩的整个表演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本色的那种感觉 就一看就是反差 包括这小女孩 她自己都偷笑了 我刚才去看了你的微博 你的微博的样子就是你自己的样子 啊 就她有照片在 你今天穿错了 你应该穿那个来的 她还会学方言是吧 会学广西话广东话还会学什么东北话 来来来先来个东北的 来 东北的呀 来个东北的啊来来来 你干啥呢 干啥的呀 你吃了没呀 你吃几碗呢 吃几碗呢 你学台底下 来换个广西话 广西话呀 广西话是这样子 表哥表麦 这有点像泰语吗 表哥表麦 来换个广东话 广东话呀 你鸡毛巾呀 我好喜欢你呀 不太标准 我好综一雷呀 我好综一雷呀 我好挂几雷呀 来来来 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你今天面试这个视觉运营设计师 有作品展示吗 有我现在的作品 那我们先一读为快呗 来来先看看作品 用作品说话 这个是我做的视觉运营的运营图 然后是以K12教育为样机展示的 一个启动液 还有banner弹窗这些设计 你那个画风啊 真的我第一眼看了 我以为是我们的界面了 因为用色都是一样 这个话说的 我想了解一下 这是你的个人的一个一贯的风格吗 还是你喜欢啊 还是什么原因展示这个图 嗯 这个跟我当时的一个 百度作业帮的一个项目有关系 就从那之后 我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然后我就慢慢喜欢上了这种风格 来 下一页 这个调调我喜欢 好温暖 对 这个是婴幼儿母婴产品的 一个UI样机展示 为什么选择这种色系 怎么想出来 因为母婴嘛 平和一点 然后温柔一点那种 但这种色调很不适合你 对 对吧 你平时是很凶悍的风格 但是工作当中我还是特别的温柔 你也有温柔的一面吗 对啊 我咋那么不信呢 这个是 哇 这是你嘛 对不对 第一个有一点点像 但是眉毛不像 眉毛是我想要的眉毛 但是我没有舍得刮掉 就这个是画的空间插画 它其中的一些眼睛啊什么 都是可以作为空间 然后重复利用的 这是你吧 左边那个 对 左边和上面那个都是我 你这是画还是照片 这个是我画的一个 画画的 对 欧美厚图的 画的蛮好的啊 你有异乡企业没有 我比较喜欢三十六克其实 哎 新来的企业家 你为什么喜欢三十六克 是我们粉丝吗 对 我有关注公众号很久了 谢谢 谢谢 为什么你喜欢三十六克 要表现出一副很见不得人的样子 主要是见到偶像比较娇羞 你见过他以前 娇羞了 不是 在有在那个微博上看到过 你要求薪资多少 嗯 因为我是应届生嘛 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嗯 然后就 根据我的能力 但是我心中期望的还是六K以上 不低于六K 对对 倒不是特别高啊 来 两位人力资源专家 给小姑娘一点建议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 的确看到你的有趣也好玩 但还没有看到职业性 其实我希望你讲一下 你过往工作当中 你做出过什么成绩或者业绩 这才是能证明你真正求职实力的地方 人家毕业生 不 他有工作不是有吗 人家拿了作品出来 不 你不能像图老师什么偏袒一个求职者 谁偏袒他 谁偏袒他 佳哥 你好不客观啊 真的他作品挺好的 他作品特别有表现力 一看就是很专业的 是 这点 你还真的没有作品 太苛刻了今天 对 这点我倒是没否认 但是图老师一直这个为你说话 这个我蛮意外的 我哪为他说话 人家是挺有意思的嘛 是 但我想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还是要跟我呈现出 你的职业特性来 比如说我今天九倍而来 三十六课 我为三十六课做了什么准备 有没有 或者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我 对吧 也可以去聊 对 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翻公众号 然后关注一些设计类行业的东西 然后我平常的话就是 看咱们每一篇的文章 然后我都会细细地观看 然后最后我就会想着某一天 我有一个机会的话 我可以去面试一下这家公司 但是如果我现在没有经验 我可能还是不太那个什么 但是我今天刚好看到了咱们公司 我就特别心动了其实 他都说咱们公司了 对 已经开始了咱们 您公司 您公司 我觉得作为就是美风她刚刚毕业 做到这个作品 我也觉得今天我们人力资源官 我觉得有点过分的强科 就是真的很优秀 但是我有一个担心 就是我看看她全程的走秀也好 她的作品也好 她的微博上的呈现也好 然后她今天穿这个衣服 因为我大学本身也做这个专业 对吧 形象设计 其实你在色彩心理学上来说 你现在是极度的偏离了你的价值观的 就是一个内心本身你是喜欢那样的状态 你让自己能穿上粉色小短裙 而且那双鞋子都小粉毛毛的 就这件事是完全在和你的内在价值在颠覆的 所以我对她唯一的判断是 她的内在心理是一个反叛人格很强的人 那我觉得她可以跟艺术去链接 没问题 她只能对艺术 但是她对不了人 如果做运营管理的话 比如说她进来 她是要做运营港的艺术这个管理 我觉得要跟人打交道 可能就用她的管理者 我觉得需要想好 如果她还是穿得很个性的在这个舞台上 彰显自我 我反而担心我们在座很多boss教育不了 但往往因为她觉得我要适应这个场合 我愿意去适应调整自己的个性 我们这里最叛逆的是谁是张萌这样的人 她表面上表现得很淑女很乖 其实最反叛的就是她 你知道吧 对人不可貌相 小姑娘 小姑娘我跟你讲啊 我就想把你带走 就到我公司去 你想做什么做什么 做你自己 玩也好设计也好 跳舞也好 欧美饭也好 做小某鬼也好 只要你有趣好玩跟我走 谢谢您 谢谢您 六千啊 有地域限制吗 就是我主要是想在北京 主要想在北京 但其他地方也考虑 对 第一轮选择去霍零 六千啊 来 烧软灯全流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咱还走秀吗 刚刚不是走了吗 不走了吧 不走了哈 来 职场情商课堂 看看她的情商怎么样 就知道她是不是那种很各色的性格 来 上班第一天做了领导的助理 但领导说周末去她家 让你做饭给她吃 你该怎么办 我可能会叫上我的同事 一起去她家吃饭 如果让你挑三两同伴 去领导家里面吃饭 这个领导就是我 就我这种性格的 你会挑哪几个人 与你一道歉去 我会选这位 陈薇 对 为什么选她 因为觉得她 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会拒绝 就她能护着你 能够帮助你 对 处理一些事情 对 可以关键时候充当打手 对吧 杜老师吧 好 杜老师 你选一老头去干什么 这样子就很明显了 就不只有年轻人啊 哦 你的意思是说老中心都有 所以把我们之间的 这次聚会的任何男女特点 给她淡化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还要选谁 还有吗 还要选谁 龙姐 张萌 为什么要选张萌 太漂亮 太漂亮了 每次聚会我都想带她去 对不对 就是把你藏在她后面 不是 主要是想跟她一起吃饭 好 行 那领导说了 你去 我们来喝点好酒 我家里有好酒 好 你来 因为我本身也不能喝酒 所以我可以直接拒绝 帮萌姐去干嘛地 就是喝酒地 还有陈薇姐也能喝 对 还有那个老酒鬼 那我就更不能喝了 我要负责 你发现没有 她选的这三个 都是在性格上相对强势的 都是相对锋芒毕露的 都各有各的特长的 一个很油 一个很辣 一个很狠 对不对 然后就把她躲在后面 美风的这个回答真是蛮聪明的 而且不断地在跟你加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不慌不忙地来回答 其实通过这道题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有谋略的人 挺好 对 在职场里面 其实这样的姑娘 还是蛮受人欢迎的 那我觉得她的回答 其实有几个点 无论是对未来的这个女性的员工 还是遇到的情况 都可以去解答 第一个就是 确定你的底线 其实你的底线可去可不去 这也是一个选择 你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这也能说明 但是你去了 你没有通知带了一大堆人 大家都是很聪明的 对吧 有的领导可能get到这个意思 有的领导可能就恼羞成怒 所以第二步你要做的是 合理地处理这件事情 有很多些办法 对不起 我今天来不了 有一点事 我家里来人了等等等等 我觉得像这种方式 可能更缓和一些 这是我的一些反馈给到你 李老师跟刘老师的意见很不相同 对 我比较赞同那个春瑶老师提到的 这个说法 其实他恰恰就是在第一关 他是相对比较防御的心态 在处理这件事 靠近 正好符合他现在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应届生 还不太了解社会 所以他在看待社会的时候 都相对来说要保护好自己 我觉得这也没错 但是后面的具体怎么处理 那个就有点应急的反应了 对 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特别好 但是就作为那个36克的HR 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 你假设来了咱们公司有这种领导 你第一时间跟你的HR同步一下 我们一定会帮你妥善处理的 好吗 谢谢你 来吧 选吧 第二轮选择虚火流 还有 八盏灯 最近不错的成绩 谢谢 来 先翻牌 八千 我还真挺喜欢你的 我给你提问的杆位是我们 哈齐智能的这个平面设计 然后星球是8K 杜子健 八千 上海 跟我后面坐完红去 不跟他们玩 想怎么玩怎么玩 想怎么开心怎么开心 释放自己的小野兽就行了 不受他们管 谢谢你 三十六克 对 我写了一个范围 因为可能有一些专业的 那个方面可能继续要再深究一下 然后三十六克是一家特别年轻的公司 我觉得跟你的气场也非常的符合 我们平均年龄大概二十七岁 而且我们公司有五只猫 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很喜欢撸猫的 对吗 而且三十六克 因为我们关注都是最前沿的嘛 所以你在这里其实能感受到 最前沿的这个商业的资讯 对 谢谢你 来来来 段东 八千 八千 十五八 五八到家 现在天鹅到家的视觉设计是 你看我们的企业家多刺激 完全按市场价值来 根本不会因为你要留钱就给你留钱 是吧 来 王上峰 曲向网更立的是VR设计师 因为曲向网现在 就是每年都有这个全球创业峰会 所以你们有大量的这个视觉设计 但毕竟你是阴界深 会有专门的带在你 对 七千 七千 七点 北京 来 张萌 九千 你看有钱的就是不一样 哇 这个岗位呢 是关于视觉跟运营相关的设计岗位 最重要的是我要强调一下 戴你的老师很厉害 是以前自媒体 杜蕾斯的自媒体策划人 那是一把手 而且在整个品牌端非常的有想法 在互联网运营非常有经验 那刚才我已经跟他沟通过了 他愿意收你 那价格呢给出了9K加 哇 谢谢你 你好 这个鲁班是星空旗下的做视频和这个直播数据分析的 包括我们也做电商的服务商体系 然后我提供给你的岗位就是跟你刚才说的特别匹配的 就是商业化的视觉运营岗位 给你的稍微说一下是15星8K 然后给你的职位呢就是运营方向的视觉设计 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个设计风格真的跟我们公司特别的吻合 你考虑一下 谢谢你 来 你可能要做出艰难的选择了 你要灭掉其中的六战留下两战 但我希望你果断一点不要减分 好不好 拿出你刚才的那个霸气 带着沙气出面灯 知道吗 去吧 快去快去 把脑头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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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带我来带我回家 不好意思 嗯 谢谢 菜灭三斩 他肯定会留下张萌 喂啥 你看啊 他会不会留下张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请张萌和张盛南谈钱不上感情 来看看这两个女人露死谁手 你可以问她们一个问题你想问什么 没有 没有问题是吧 嗯 已经有数了是吧 嗯 来 考虑10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我就喜欢这种干脆劲 来 你到底是会选36克 新创智慧 还是谢谢再见 请揭晓 36克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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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